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上一支影片中提到,我最近都在烧脑 有时候一款游戏不见得胜在多创新 可能只是触动了你过去的回忆 又或者是能感受到创作者的诚意 环心旅社 开发三维中国的爱希可若 该公司成立于2020年 是一间还未满三年的新创公司 本次的作品也为该公司的第一款试水之作 背后也没有来自其他大厂的资金庇护 所以有可能本次的产品不受市场欢迎的话 公司就准备解散了 而厂商一直以来的营育态度都非常好 几次的测试下来都会透过直播与玩家互动 根据反馈来修正问题 新鸣也没什么价值 像这次的刹册遇到很多问题 也都是及时的反应修正 光这点来说好感就拉满了 至少是把玩家当个人看 而不是一坨熬带哥的酒餐 反观很多厂商都是在那边 感谢您的意见反馈 非常抱歉造成您的不便 我们已将此记录并反馈给相关单位 啦啦啦啦 只要是不影响营兽的问题 从来不赶着修 能拖则拖 等大家不吵了 就可以当做没这回事 但如果啊 只要被挖出个利于玩家的bug或机制 那很快啊 火速效率修复 或者游戏还没丢出来 就整天在那边丢垃圾广告 或者宣传的天花论坠 还有那种各种说宣传投入花多少钱啊 未来要进去海外的屁话 有些甚至看你不爽 还会想弄你 告你 像是某某某啊 或者橘子等 但厉害的是啊 反倒是这种厂商 却能吸引更多人 抢的卖身家税公园 也要拼命把钱送 我都不知道原来韭菜 其实还是个M属性啊 而本次的玩法 相对于烂大街的放置市场中 也算是少有的二次元塔房了 整体玩法相对于明日方舟 或者无情迷途 实际的游玩感觉 更像回归过往的 王国保卫战的传统风格 像之前我有刷厂商的邀请 是玩一款魔尔街之王 但因为在内测时间的体验 其实并不是太好 太过于数值导向 而且关卡的设计 实在太过于无趣 所以后来我是连评测介绍 都懒得做了 藏着后来还问我敢想 我都想说你不如别问了 我们就当做这一切没发生好吗 那就来看看 本次游戏你有什么意外之处吧 我闭上双眼 世界倒地死去 我睁开双眼 一切又将重生 在四处火光燃烧 大楼残破不堪的背景下 两位少女却对此毫不在意 谈笑风声宜然指得 并且向玩家埋着伏笔 接着画面一转 来到一座名为 理想城的国家 一切看似美好 但所谓的理想 不过都只是在为 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打工 而主角我们 是居住在 克莱银色飞船中的 一群非常穷的人 必须四处接任务赚钱 或者卖设计图度日 有一天我们接受到了一个委托 要去炸掉一座 名为乌尔托的天空之城 也就是所谓的乌托邦 而那边住着一群 无家可归的知风旅人 而讽刺的是 委托这任务的单位 叫做好事托 做的却不是什么好事 跟你我存在的现实世界一样 金钱有时能突破道德底线 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 无所不能 而主角虽然想赚钱 但他却想了解 为何委托人 想要去炸掉这看似无害的城市 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质的秘密 于是故事就从此展开 剧情的主世界观 就是围绕着反乌托邦 与乌托邦的对立 也有一些轮回因果的因素 既谜于人又不谜于人 会透过不同的视角剧情来解释 然后又认出另一道问题 来无限套娃 在主角前往探查的路上 也遇到另外一个 想要炸掉这个城市的少女 这个文案编剧 到底是多么想要搞破坏啊 游戏在每次的关卡打完 都会有剧情的推进 虽然剧情的表现上 并没有这么吸引人 而且完全没有配音 是真的非常的可惜 但感觉这厂商 也是穷得没有经费可以烧了 不过这其实也算是尽情 各家厂商的奇怪的通病了 都只是在狂塞剧情文案堆设定 却没有考虑玩家的阅读感受 叙事方式还是非常的传统 让玩家并不是在开心的看剧 而像是在看小说啊 当然如果抽离游戏这个载体 作者在小说文本中 是可以用大量的注解 去填补玩家的各种问号 但在游戏中 这样搞显然并不太妥 尤其一款接一款都是这样 非常容易让玩家失去专注力跟耐心 想想为何常常各种上台报告 下面都不专心听 或者常常在睡觉 如果说故事跟把控节奏 还是挺重要的 讲一个经典的案例的话 就是最近封册中的明朝 第一时间不只让玩家各种困惑 边去玩的功力不好 又不让你跳过剧情 就会造成非常坐牢的游玩体验 那回归到环形旅舍 刚提到这四款 二次元版的亡谷保卫战 所以其实画面表现上 都非常有即视感 而这类玩法要做得好 第一步就是要 停止你那割韭菜的想法 不能只想靠堆数值 拉高难度 进而用来贩售强势角色 这样的话 核心的策略价值 就会荡然无存了 而游戏在这方面的机制策略上 算是十分完善 且轻度战力数值化 虽然关卡有个建议等级 但基本上你可以无视 可以靠游戏赠送的低阶 跟低等角色来通关 有些SS角色看起来排面很强 但在怪海跟机制前面 还是得低头 而如果你玩过其他塔防游戏的话 对这种玩法应该就不陌生了 职业大致分为坦克 远程 近战 捕失 而游戏在每波的攻防战中 为谁的时间给予固定的布置费用 且无法透过击杀怪物额外获取 所以开局怎么选择要升谁就非常的重要 角色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转移阵地 也可以透过主动 或者被动施放技能来辅助战局 前期算是个甜蜜期 关卡难度都不高 但后面就会渐渐开始挑战你 有没有对关卡设计的理解 像有个关卡有特别的印象 Boss的机制是双生怪 当他攻击我方同个目标的时候 会叠成 不同目标的时候则会消沉 而敌满时辰就会放范围秒杀的AOE 血量低于50% 还会狂暴20秒 所以玩家必须抓准适当的时机 上架切换坦克的消沉来避免死亡 一开始其实我想说靠伤害碾压就可以了 结果反倒一直打不过去 还去翻了B站大佬的攻略 看人家角色也都是低配 我等级跟角色甚至比较高阶 没道理打不过啊 于是在尝试了几个小时以后 后来才发现 问题反倒是我输出太高 提早触发了Boss的增伤Buff 进了压缩我交换坦克的输出时间 我将输出下降以后 反而就一次顺利通关了 这种透过理解机制的通关体验是真的挺好的 在我之前评价来过迷信的时候 这点也就是他缺乏的部分 讲到这里 他们试约版号又没有过 不知道是不是会先看外服 或者等到哪天花开的时候了 而游戏整体的操作 会比无奇迷途稍微简单一点点 因为无奇部分解法还是比较有限制 有时候输出成本还是比较高一点 那如果想要有个硬核的挑战 也可以直接提升难度 或者还有个爬塔模式 刺激脑部促进消化 防止提前老化 而相比玩法来说 美术方面就显得不这么出色了 美术的主负责人为创办人之一 陈十三 从过去的绘画作品来看 是格外偏好科幻机甲元素 所以在本次游戏方面 也延续了过往的风格 各种满足自我XP 老实说第一眼看上去 可能会觉得并不是特别优秀或者淘喜 例如像渲染配色上 其实并不符合主流市场 毕竟现在很多二次元手游 在3D建模上都有趋同性 也很容易被拿来跟XXX跟圈圈圈比较 如果本身是不知名的作品 可能还会被踩一脚 热门作品又经常是先战一波的重重状况 而它展现的风格 也让我联想到之前上架的纵神派对 带有各种东西方混合的元素构成 甚至有些角色也很猎奇 不过在热门的XP都会有人买单 就算是条鱼 也不见人能信免 不许有人就爱这种风格 而美术甚至透露着青春无畏的态度 还有那种学生时期天马行空的奇事妙想 不为别的 只会展现自己的抽象创意 像帮机械的手臂做了个表情 丘女的头上点了根蜡烛 角色的武器是个平底锅 或者看上去随时就会变身的女巫 而其实3D建模该扣的细节并没有少 至少看得出来是懂二次元的 也不会比之前非匿名紫密的建模来的抽象离奇 而配色上相对其他厂商会用比较艳利 或者对角色色调的平衡来说 可能是为了忠于原化 建模也是大量运用了莫兰迪配色 这在平面的例会上倒还好 但套到3D建模上就会显得角色很平不够立体 以及大量的金属跟跨杖配件带来的视觉冲突 就很考验玩家对于时尚的认知跟接受度了 整体其实比无奇迷途那廉价的3D建模强非常的多 但人家很聪明啊 直到扬长必短 不会在图界放那些建模换了换去 让你看到的时候就会想喷两句 外加无奇本身有很强的剧情可以很好推动人设 只能说这间厂商可能太老实了 如果转换你立会或者live2D为美术卖点 这样买单的玩家应该多上不少 然后其他像是UI画面其实很简洁又很有设计感 点击关卡后还有不错的过渡效果 玩家也可以透过第一人称视角 用来开启功能或者逛宿舍 不过目前这功能能做的事情很少 而且看上去还挺阳春的 带厂商开发未来的更多可能 那养成方面 游戏大幅简化了培养需求 所以你可以把这款游戏当作很轻度的富游来玩 角色除了透过抽卡以外 也能透过耗时孵蛋来招募角色 但毕竟是免费的 就不强求能出什么好物了 那主要玩家要培养就是等级 但这对前期通关影响并不是很大 也没有武器要培养 甚至命座也无所谓 抽到就是机制完整了 而其他多余的角色 你可以透过另外一个后台放养功能来提升 一次最多12名 这样每天固定收菜 你早晚也能拉满 让附队养成也没什么太大的压力 而其他突破素材都可以透过派钱 或者用其他资源来换取 而各种资源本 可以透过离线扫荡功能来消耗体力 虽然不是直接获取吧 但使用后你可以去玩其他的关卡 或者滑掉玩别的游戏 这点上其实还是挺友好的 毕竟有些设计什么看片扫荡的目的 并不是要玩家复盘 就单纯是要浪费你的时间 拉长养成周期 顺便延长用户的在线率 主打一个刷存在感 就怕被玩家遗忘 但厂商啊 如果你游戏本身做不好 又不够吸引人的话 其实用户根本连打开都懒了 那最后来讲讲客经典吧 是真的非常的少 就两页 里面就一个月卡 跟少量的养成礼包 还有几个是免费可以获取的等级礼包 然后再来就是个通用的储值货币 就没了 多数厂商用来保营收下签的通行证都没有看到 看来这游戏未来的课金重点 也只能朝卖时装前进了 而时臭的价格又在700元出头 其他就是常见的80-160的大小保底 跟50%Y的概率 与其他游戏差不多 而SSR虽然有一定的强度 却不见得会比其他第一阶的卡好用 导致前期抽卡带来的效益并不高 克老的付费意愿会明显降低 而且目前美术是个肉眼可见的短板 就会后期有没有办法提升 或者向市场妥协了 但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像我讲的上一款 或者过去提到的某些乐视游戏 玩法跟内容设计上不比人丰富或者精细 甚至就是一个模板重复套用 但他们端出来的课金商品 从来不输人 广告能谈则谈 极大化的恋财价值 能干一波是一波 要钱不要脸 结论 虽富却穷 虽穷却富 虽然是一间成立不长的小厂商 但做出来的成品却仅有意思的 不过往往不够分又不够克的游戏 却很难被市场看见 别人甚至会拿着大厂的标准来严格审查 但对克的钥匙的游戏 却又放宽指责语气 价值与价格 往往就是这么不对等又矛盾 一碗街边的卤肉饭 被要求要有五星的服务与品质 而仅仅透过包装出来的价值 却吃得心满意足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